近年来 反全球化 逆全球化的声音 势力和行动突然涌现出来 有人认为全球化已死 全球化是否已死 全市转移是否会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山东大学讲习教授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运领 近日就此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这个世界全球化之所以发展 它是致因也是结果 那么致因就是说大家世界一开放 那么政府的政策也越来越向这个方向走向发展 那就是开放 对吧 支持开放 支持走出去 支持市场开放 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构建 对吧 最大的制度构建就是多边体系 WTO 那么还有自贸区等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全球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这个发展总有些问题 你要是一直是高速发展 肯定要调整 全球化实际上也是这样 张运领认为 全球化进入调整期 但开放 分工 供应链等都不会终止 新科技还会助推新的全球化发展 新全球化也在发展 第一个 就是相互依赖 开放发展 对吧 国际分工 这些呢 基本的规律没有变 它只是形式的调整 第二个呢 就是新技术的发展 新技术的发展 从于它出生 就是跨国性的 地区和全球性的 对吧 而且是空间性的 所以这些呢 都在发展 比如说网络 疫情期间 最不衰落的 兴盛的就是网络 对吧 大家开会 继续开 怎么办 靠网络 就这些靠网络型的东西 而且它需要更大的空间 更大的市场 更大的网络 所以这个呢 新全球化 这个还会继续发展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张运领表示 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也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维护者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虽然使得这么多制裁 这么多限制 但是中国一直没改的 就是我要开放 我要全球 我要多边主义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战略中呢 这也是基于其一个 就是说你应该说近代历史 工业化以来 中国第一次在一些方面走到前面 对吧 而且有这个能力去做得更好 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说 全世变局必然发生 在张运领眼中 今天的全世转移与过去不同 即全世转移的典型特征不是全世替代 而是全世的分解和分散 这个新时代全是转移它的多项化 因为世界总需要有一些具有引领的支配的 一些大影响的力量 这是肯定的 它不会消失 而且特别是大国 但是第一个转移就是建立了国际和区域的组织 不再是一个国家能够支配的 是有主区域的 对吧 就说这个大国 一个大国主导世界这个时代 我提出来已经过去 成为历史了 不能用传统的眼光来看这种全世的转移 所以如果是这么看的话 也就没有修习底的陷阱 张玉玲还提到 从国际变局来说 不能把所有矛头都集中到中美关系 就是外部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中美对抗 第二呢 也不愿意组成集团 参与任何一方去对抗 对吧 因为这个利益相符 这个分析这个世界呢 一定要有多方面的 多层 多项 这样一个视角 张玉玲认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要让他者可以理解和接受 避免引起战略误解和误判 作为一个复兴的大国 中国期待立于世界舞台中央 但届时立于世界舞台中央的 不会只有中国 还会有他者 这是新时代全世转移的 又一突出特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